战术具有艺术和科学的两重性,科学性是艺术性的基础,战术不基于科学,就不足以成为艺术。 信息化战争时代,快打慢精致粗早已成为至圣普变共识。 在这样的前提下,讨论战术艺术的科学基础,深挖其数理激励,服务,指导作战显得尤为重要。 战术是数理分析的深度提炼和升华,战斗现象类同于其他社会现象,具有自身特殊性。 也具有自己的规律,因果关系。 战术运用获胜,必是在一定因素和条件作用,下把握了关键因素,正确运用作战力量。 按规律推进的结果,英国传奇英雄T.E.劳伦斯曾描述,战术的十分之九是确定的,可以从教科书中学习, 但是另外非理性的十分之一,宛如翠鸟闪电般的掠过水面,那是对将军们只会的考验,没有之前十分之九的确定。 最后十分之一的飞跃便不存在,战术必定是在严谨数理分析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升华。 例如大吃小这个原始,朴素的战术概念,依据的是对作战能力的考量,多少算打往往是需要数理分析的。 在不同条件和情况下,大的具体表述显然不同,探究战术的数理机理是学习战术的现实要求。 如果战术略过数理推导和演绎过程,一步踏上艺术高台,大概率会变成走向个人天赋,只可议会不可言传的悬而落选。 战术的艺术性使其更具美学特征,因此也更具品位意义,更容易引起观摩人员的共鸣,推崇和仰望。 只是单论其艺术性,却不易于有序传承,可复制性,在创性大大降低,因为并不是每个作战指挥员都可以只经反复研磨战术艺术,便能领悟其身意,知晓其原理,然后学以致用。 只有抽象出战术运用的数理机理,才能使貌似玄学的战术艺术落地,使之具备更好的传承性。 只知其表,不安其理,未能把握战力战术的数理机理,在实战中往往会升班硬套,更谈不上活学活勇。 探究力来智能作战战术的数理机理优为重要,从人工智能到算法战争,是一脉相称的。 人工智能的基础是硬件和数据,但核心是算法,算法是人工智能的引擎,而构建算法的核心和根基是严谨的数理分析与推理,其内涵, 是创建基于问题的超向数学模型,并根据目标问题,选择不同的方法完成算法设计。 武器只有输入,并学习了战术数理公式,才具备达到智能的基础,才能与指挥员相配合,进行智能作战。 从孙子兵法妙算到算法战争,或许算的内容、方式、手段、工具等有所区别,但对战争至上的诉求和理念是一致的,是相通的。 适应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作战趋势,使传统战术艺术在信息化战争,甚至智能化战争时在继续释放光芒, 必须透过现象深入本质,搞清楚战术制胜的数理机理, 用数学与研科画出战术设计和运用的算法灵魂服务和应用于作战。